各位朋友大家好 是吧台湾那个极致歌王叫张帝哈 经常我小的时候啊八十年代啊初就听他的歌 是吧各位朋友啊各位朋友 问我张帝关于海龙王他常常他找女婿是吧 他问我海龙王的女儿是吧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看到大家妈都在跑 轰隆隆隆隆隆击乘车今天的生意他特别好 你有钱做不到感觉天色不对 最好把雨伞带好不要等雨来了 今天是周二5月2号2023年5月2号周二 现在下午大概三点半啊 跟大家聊一个主题 这个就在前几天4月26号 确切的说六天前突然间传出一个消息 这个中央警卫局刚刚卸任不到两年 2021年才卸任的前任的中央警卫局局长 兼中央警卫团的团长兼中央办公厅中办的副主任 王少军中将突然间去世了啊 王少军岁数不大 1955年生人 1955年好像11月份的吧 那么他应该是属这个阳的属阳的啊 他哪儿的人呢 祖籍是河北邯郸 河北邯郸有个县叫永年县 现在叫永年区啊 反正就是邯郸永年这么一哥们啊 这个死了啊 有人说是被害死的 有人说是病死的 有人说是突发疾病啊 这个都有可能吧 咱也不知道啊 这个中央警卫局很多人不知道在哪儿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啊 这个最近几年 随着中国这个民族复兴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大国要崛起啊 崛起啊 崛起崛起 大国要崛起 然后呢 这个迎来送往 是吧 这体现大国风范啊 也这个引领全人类的 是吧 共同富裕啊 是吧 这个人类文明共同体啊 所以这个中央电视台 现在不叫中央电视台了 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哎呦这牛逼啊 啊 用句北京话叫牛逼达拉 是吧 牛逼达拉这个词谁告诉我的呀 一个姓王的北京人 他好像是 他老爹老家是河南的 然后这个中央办公厅 这个给他们家招过来给他老爹 应该是五十年年代初吧 那会从山东河南两省 招了十个人 给他爸安排在中央书记处了啊 就干点杂活吧 就是行政人员啊 他跟我说的牛逼达拉 是吧 现在中国啊 包括中国的领导人都牛逼达拉了 所以这个中央电视台吧 还说中央电视台吧 CCTV新闻联播啊 巴西总统卢拉来了 俄罗斯联邦的那个普京 普达地啊 弗拉基米尔 Cooking 是吧 美国的奥黑奥巴马 是吧 川普 是吧 啊 日本的安倍晋三 啊 等等等等吧 哎 甭管谁来 哎 一般他们现在好像那个镜头拉在哪 好像是天安门广场东侧 架了一台这个机器 一个摄像机 然后呢 他这个扫描 有这个国宾护卫队 国宾护卫队是武警的 武警编制 他们那个训练场在哪啊 就是那个 原来都是宝马摩托 我都见过宝马摩托 现在说是国产化了 但是我估计那个摩托车的那个 发动机之类的 那个核心部件 那一定是宝马呀 或者这个这个双螺的呀 是吧 肯定是这个啊 中国造不出来那么好的发动机 啊 外壳可能是中国的啊 都现在不是追求国产化率吗 是吧 哎 然后哎 咱们说这个啊 这个这个 哎 我们家这个 这不是草莓 这是那个石榴啊 石榴 已经这个 有这小孤独了啊 发芽了啊 到九月初吧 中国的农历 八月十五左右 我们家就能吃好几十个大石榴啊 两棵树 然后咱们就说啊 说啥呢 说这个哎 在那个天安门广场东侧 现在叫国博 国家博物馆 原来叫革博 革命博物馆和力博 历史博物馆啊 也是我的客户 那个楼上架了一台机器 从这个外国的这个国家元首啊 政府首脑 这个这个是吧 坐着防弹车 前边武警 然后这个这个护卫啊 国宾护卫队 一进广场 有那个天安门城楼 是吧 这不体现中国的这个国力吗 大国吗 哎 天安门城楼 然后他的机器往西移 往西移的时候 那个天安门广场的西北后身 就是那个北长径吧 南长径北长径 就是那个中南海的那个东门 东墙 那个地方啊 那个有一栋大楼 大概有八九层啊 应该大概八九层 也许十来层啊 反正大概那么高的一个白色的大楼 那栋大楼啊 那个就是中央警卫局的 呃办公大楼 或者叫司令部大楼 啊 一般来说 这个 司政后 司令部 政治部 后勤部就都在那啊 应该是在那办公 啊 当然他分了 下面有些大队啊 还有一部分 在新华门外边有一部分啊 中南海内部也有啊 因为中南海 我给里边送货 党中央啊 国务院啊 原来某些这个啊 像这个中央政策研究室啊 国务院办公厅 行政司膳食处啊 像这中央办公厅 秘书局啊 他们都原来要我的货啊 所以那会我中南海 我常去 那个应该是1990年代的末期 和2000年代的2000年代的初期 大概有那么几年 我经常送货 包括这个中南海 西侧 辅佑街啊 这个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 辅佑街派出所 号称天下第一所啊 这个保卫中南海的啊 那也是我客户 所以我比较了解里边的情况啊 那个 咱们再说啊 这个王少军怎么67就死了呢 我给大家说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呢 说一下武警 武警总部啊 武警总部那我也熟 武警总部有一任的政委 叫张树田 张树田的儿子 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啊 他儿子后来到总装备部 陆军车船 装备采购局的局长 大校军祥 后来张树田也被抓了 张树田被抓的时候 其实已经退休了 他也当过总政治部的副主任 兼军纪委书记啊 他是查办军队的贪污腐败的将领啊 军官的 结果他自己也腐败 但是中国的官方媒体从来没说过 张树田上将被抓了 包括他儿子我们同学 还有他的一个外甥姓刁 是总政的一个处长啊 可能还有他的秘书等等的 从来也没有公布过 那么武警 武警有个副司令员 黑龙江人 叫梁洪 梁洪啊 就是梁启超的梁 梁庶明的梁啊 这个老梁啊 东北的比较比较能聊 那梁洪达的梁 姓梁的梁 梁振英的梁 是吧 梁洪玉的梁 红水的红 黑龙江人 武警的中将 副司令 他五十多岁 不到六十岁就死了 对外 对外 那是零几年 应该是零二年到一二年之间死的 这个 对外说病死了 然后这个胡锦涛 温家宝 还都给送花圈了 还在这个八宝山之类的地方 还举行了这个这个 遗体告别仪式啊 还给他 没说他任何问题 但是实际上是 这个中纪委 因为他这个中将嘛 属于中管干部 中纪委 或者是军纪委 也许是中纪委 联合军纪委 已经发现他的问题 要找他谈话 于是他自杀了 他自杀了啊 这个梁洪 那么他自杀了呢 呃 所以中国人讲话 死了死了 一死百了 他自杀了 这事都不提了 就过了 嘿 是吧 你说这事儿 呃 这个我怎么知道呢 这个咱们再说当时的情况啊 他死了之后 武警部队的一把手 就是司令员 郑司令员和政委 啊 这个军 郑两个一把手 两个上将 第一时间 就去了他家 发现他老婆 他的家属 啊 包括他的子女 就是这个神情很镇定 没有那种哀戚之色 特别悲痛 特别悲伤 特别震惊 没有 非常的震惊 看起来是家里边开过家庭会议了 哎 然后 就说你死吧 但是 就不查你了 到此为止 你都死了吗 然后他贪污的钱呀 他的一些问题 也就到此为止了啊 这个事儿 我是怎么知道呢 是这个武警的一个上校 他他当时也刚刚退休了 六十出头 武警的上校 一个河北恒水人 啊 那会儿呢 因为我的爹妈啊 那会儿我父亲还活着啊 爹妈住在大兴西洪门 跟这个武警的上校住在同一个小区 啊 这个上校呢 喜欢踏碑 就是北京啊 包括北京周边吧 就是郊区 有很多这个墓 坟墓 有很多墓碑 以这个清朝人为主 比如说这个 这个什么这个这个亲王啊 郡王呀 啊 什么这个镇国公 辅国公啊 背了背子呀 啊 等等啊 台籍呀 包括什么和硕公主啊 什么这个郡主啊 宪主啊 皇亲国戚啊 这个这个 绝罗呀 是吧 这个宗室啊 绝罗呀 这个黄带子 红带子呀 等等吧 皇亲国戚 他喜欢踏碑 啊 拿着一个那种 你叫什么笔 是一种碳塑笔 不是碳塑笔 好像就是一块碳 然后拿一张纸 长的纸 还带着一个小梯子 到北京的什么海淀呀 房山呀 什么大兴啊 顺义啊 门头沟啊 他哪都去 哎 他喜欢这东西 我不是也算个文化人吗 是吧 最起码算半个文化人 半个小奸商 然后 哎 正好那次他在那院里 他踏一个碑 是一个乾隆年间吧 一个宁夏总兵 叫刘贵啊 这个乾隆给他写的碑 啊 他死后就葬在北京郊区了 是汉人呀 还是这个汉军八旗啊 汉八旗啊 反正是这么一个人 哎 然后他有一段文字 他拿不准 我其实不认识他 然后我就去了说 哎 我说这个咋回事咋回事 我跟他一聊 哎 他挺佩服 我挺喜欢我 这样的话 那会我才三十多岁吧 啊 那个是零几年吗 然后他那会六十来岁 我们俩成忘年交了 还请我去他家里啊 他还要给我介绍 在北京研究这个清朝的王业府 研究的最棒的那个冯其力老爷子 冯其力 是那个方庄 方庄那个浦黄鱼鹿的那个 五十号吧 四十六号啊 那个北京市档案馆的 哎 那个冯其力 还有一个叫杨海山的 哎 他还要给我介绍这两个人 后来我去台湾旅游了 大概一零年五月份 就没约成 后来那个冯其力老爷子还死了 是吧 就北京的那些奇人 什么那个 我相信什么的 姓苏丸部啊 这个苏俊民啊 是吧 金山啊 什么这帮奇人啊 这个对文史啊 对本民族历史啊 对这老北京的东西感兴趣的人 都跟他认识 冯其力 所以说实话 这圈子都不大啊 然后这位梁红就死了 对外说 说自杀了 哎 是吧 这个张树田 上将我们同学的爸 总政副主任 抓了 一个字不提 哎 然后咱们再说说啊 所以这个这个 王少军的死 最近这个军队啊 是不是因为查刘亚洲啊 刘亚洲也是上将 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 她老婆叫叫李小林 跟李鹏的闺女都叫李小林 但是不是同一个林 李先念的女儿是树林的林啊 李鹏的女儿是琳琅满目的林 是吧 李小林是这个对外有邪的会长 对外有邪实际上是外交部的 首任会长好像是王炳南 当过副部长吧 啊 最早的中国驻波兰大使啊 红色中国驻波兰大使 然后在波兰的华沙 中美之间秘密谈判 五十年代吧 然后就比如说 中国抓了一些美国人 然后还有什么 这个钱学森在美国 中国想让他回来搞原子弹 等等的 双方在华沙有个会谈啊 然后 咱们接着说 这个最近不是在查刘亚洲吗 刘亚洲不是说 他是这个美国人的内贼吗 美国人的内奸吗 最起码思想上是 媚美 就是产媚美国 不让这个军队仇恨美国 你不仇恨 你不充满了仇恨啊 你如果没有恨意 你反而是羡慕人家 崇拜人家 想向人家靠拢 这个靠其 学习 那你怎么跟人打仗呢 对吧 所以刘亚洲就属于 害群之马 就属于叫什么呢 一颗耗子屎 坏了一锅汤 当然 站在民主派的角度 站在普世价值的角度 刘亚洲没做错 他说的也都是事实 你也打不过人家 对吧 你只会败的很惨 甚至你的江山 你的天下 你的政权都会玩完 最起码会严重削弱 对吧 这个没有任何悬念 你绝对打不过美国 这不用说 甚至如果你不动用原子弹 你连日本可能都打不过 是吧 如果是海战或者空战 可能你连台湾都够呛 对不对 所以 这个 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刘亚洲 被受的牵连 应该不会 因为中央警卫局 或者中央警卫团 或者中办 中央办公厅 这个系统的 一定是非常忠诚的 是吧 所以不知道 不清楚 不好说 那么 有的人说了 说这个 到他们这个级别的干部 他这个医疗啊 他的保健啊 你看中央办公厅 有一个机构 叫中央保健委员会啊 原来什么叫 中央医疗委员会啊 他们定期体检啊 他们有这个保健医生啊 护士啊 吃的方面 这个穿的方面 喝的方面 是吧 都是很好的资源 大量的医疗资源给他们 这个也没问题 但是他也可能突发疾病啊 对吧 他在家喝点酒啊 或者查到他身边的某一个 是吧 某个上将 中将 可能他害怕了 是吧 你看那个 那你说陈毅的儿子 陈小鲁 是吧 虽然后来不在体制内了 原来也是总参三部 总参二部的五官 哎 那是他弟弟吧 还是他哥哥 陈浩苏 陈小鲁 这还用说吗 元帅的儿子 那不是也突然间就死了吗 有人说是吓死的 有人说是因为 吴小辉 是他的马仔 是吧 这个邓小平 外孙女婿被抓了之后 把他们财产充公了 他 他生气 给气死了 咱也不知道 是吧 男人说 也许他们就是花钱酒地 泡妞 是吧 在床上呢 喝大酒呢 是吧 你说那个张高丽 跟那个彭帅 那不是也死了吗 没死 没出事了 是吧 所以这都难说 难说啊 那么 不好说 那你那个黄菊呢 是吧 说这菊黄了 完蛋了 这名不好听啊 是吧 未见行 未见得行啊 李澜清 这个道理讲不清啊 是吧 所以难说 那么黄菊 政治局常委啊 当时九龙治水 九大常委啊 是吧 一个政治局常委 在这个任期内就死了 这应该也算一个重大的政治事故啊 那你这定期体检 你是没检出来呢 水平低呢 还是这医生 是吧 保健组故意替他掩盖呢 还是都说 那会儿都是江泽民的 这个上海帮 是吧 即使他有病 也给他进来 占个坑 一个萝卜 一个坑 是吧 咱们不知道啊 这都有可能 中央警卫团保卫 中南海是一个主要的目标 然后那个人民大会堂啊 这个有一部分 他叫大队 他这大队就是这个 这个团一级单位啊 这个北戴河 现在北戴河的重要性下降了啊 原来一到夏天 这个毛泽东 他们这帮人啊 这个林彪 是吧 周恩来 很多人 董碧武 谢绝哉 啊 什么林博渠 什么中共武佬 啊 包括这些什么叶剑英 这些将军们 将帅 这个这个是吧 省部级以上 都去那开会 说是开会 就是吃喝玩乐 吃喝嫖赌 是吧 那个北戴河有一片最好的沙滩 那一片叫中植 中植啊 那个我大姐夫那会有时候去给他们搞服务 我大姐夫是这个普兰德席染公司的办公室副主任 啊 那会这个中南海里边国务院经常开会的什么紫光阁 他那会都去啊 这个 还有的有的这个保卫那个万熟路的新六所 还有这个香山啊 西山香山那边有叫杏林山庄啊 还有一个叫达元宾馆 原来我在里边工作过 我们是那个解放军总后勤部三九卫太三九集团 我们是叫北京三九神农公司 就在那个那个圆明园南边福圆门 福圆门的村南边 那个叫达元宾馆 外号叫小钓鱼台 啊 当然还有钓鱼台国宾馆啊 还有其他一些秘密的地点 很多地方都有啊 这个我去给他们送货 那个中央政策研究室 那个行政处张处长跟我说 说我们这个中央警卫团叫一个团 实际上我们的兵力有一个军啊 我知道他跟我吹呢 没有一个军 啊 大概有一个师或者两个师 一个半师的兵力有可能 具体的咱们不知道啊 但是有一个江西兵 江西九江的一个 八三四一 那会儿叫八三四一 现在叫六一八八九 就是中央警卫团 这个八三四一的这个 有一个江西九江的退伍兵 啊 1999年左右 给我开过车啊 那会儿他说他在中南海的时候警卫 他负责保卫两个首长啊 我不说名 我一说特征 大家都知道是谁 我不说名了啊 一个是当时的啊 这个九十年代末的后任啊 等着等着的后捕道啊 后捕道台 后任总书记 和在任 现任 掌实权的总理 据这个九江兵跟我说啊 也许他胡说八道啊 据他亲自跟我口述 说这两位 后任总书记和现任总理 两个人住在同一个院里 啊 但是 后来后任总书记 生气了 搬走了 他为什么生气呢 没人给他送礼 他是烧冷灶的啊 他是这个哎 这个清水衙门 哎 做冷板凳的 那边是这个烧热灶的 哎 这个是那种门庭弱势 就跟那和珅似的 是吧 皇上是乾隆 和珅能当半个家 富可敌国 是吧 哎 是这样啊 就是这种伟大不调啊 功高震主 然后那个总理 当时的总理 家里边门庭弱势啊 络绎绎绒绒啊 往来不断 老有人家里谈事 送礼 据他说啊 据这个江西九江的小兵 跟我说 说这个 有人给送一个纯金的佛像 纯金的佛像啊 当然那位当时的现任总理 他们家别处还有宅子 中南海以外也有宅子 在哪 门牌号 哪个胡同 他老婆的事 然后他们家的一些事 等等我还知道好多啊 那个可能我以后会说啊 会慢慢说啊 然后这个啊 咱们说到这儿 对 还有中南海大西门 中南海大西门啊 具体的门牌号 我就不说了啊 这个毕竟原来是我的客户 我挣了人家钱了 然后那会儿走中南海大西门 到门口传达使 让我进 让我进的话 那么里边得出来人 我开着卡车送货 里边的人 他坐上我的车 不是说我开车随便里边走 知道吧 坐上我的车 坐在我的车驾驶楼上 说是客客气气 叫迎来送往 等你卸完货 等我卸完货 开完发票 拿好支票 他再给我送出来 我离开中南海了 他就不管我了 我到街上 比如说我想不开 我开车撞人 他不管 在中南海里边要出了事 他有责任 然后有时候呢 等着时候 中南海门口有小兵 我跟他们聊会儿天 有一小兵呢 他们家 他是一半的陕西人 一半的东北人 他爸可能陕西的 他妈是东北的 挺好聊 我们俩聊 他说 这个有一个箱子 皮箱子 就跟我们那出门 坐火车 坐飞机 那种旅行箱 他说这个里边 是防暴毯 如果有人扔过来一个 就跟前两天 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 不在那有活动 是演说 还是干嘛 助选 不是有一个小子 扔过来一个 类似于爆炸物 台湾叫爆裂物 他们 这个这个谁 这小兵 他说那里边是防暴毯 有人要扔这种 疑似爆炸物 炸弹之类的 他们就取出这个防暴毯 把那个爆炸物 疑似爆炸物 给它遮盖住 就干这个 还有他说 中南海门口 不有门吗 那大门 你表面上看是那种 那个四四方方的 那种瓷砖 实际上他说 那瓷砖下边 有那个机关 就跟那个那个 怎么说呢 你比如你开车 你有炸弹也好 你没有炸弹也好 你往中南海冲 然后他他们就有一个按钮 哎 啪一按 那个地下那瓷砖就翻开 就往两边翻开 然后就出来好多 那个带刺的金属的 这那叫什么东西啊 我我现在忘那名字 就是有的那个高速公路上 不是有那种东西吗 如果你那个不想交高速费 你要冲卡 然后他就啪一按 就出来那种刺 一排一排的那种金属的 然后把你的车胎扎破 你就你就走不了多远 你要说把中南海炸了什么的 就阻挡你 另外在中南海里边 我见到一些中央警卫团的士兵 站的壁管条直啊 站的壁直 大概五十米到一百米 就有一个一个一个 都穿着军装 但是他们没有枪 如果有枪 也是一个空枪套 比如说腰上 憋一个手枪的空枪套 没有带长枪的 没有带长枪的 如果那短枪 我是看到有 但是他们说那没有枪 如果有枪 也没有子弹 也怕他们 虽然他们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也怕这些人 是吧 比如说家里边被强拆了 家里边有下岗的 家里边有打官司 打输了的 家里边有这个 比如说女性的这个亲属 被强奸了 没人管 哎 怕他们 所以他们没有子弹 基本上啊 基本没有子弹 这个咱们再说吧 这中央警卫团从江泽民时期 这个好像就是河北人占优势了 那会是游喜贵 啊 说唯一的啊 除了江泽民老伴啊 有没有宋祖英 咱不知道啊 就是唯一的啊 除了家里人之外 能看见江泽民裸体的 就是游喜贵 游喜贵就伺候江泽民 比如说在外边热了 江泽民也胖 那大肚子 是吧 那俩大肚 那叫什么奶奶 是吧 那乳房是吧 恨不得那裤腰带都系到那了 有时候需要换衣服什么的 都是游喜贵伺候着 游喜贵是宝定人 有一个地方叫宝定 下面有个县叫定县 啊 现在叫定州市 啊 定县有个古塔 辽代吧 还是金代的古塔 啊 这个定县 我有个同学是定县人 他爸是北京市委办公厅的 原来叫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叫北京市革委会办公厅 革命委员会办公厅 啊 我这个同学帮过我很多忙 给我介绍了好几个客户啊 对我不错 然后这个游喜贵啊 后来江泽民下台之后 大概是02年 然后换的胡锦涛 胡温 他又干了大概五年左右 到07年左右 他在卸任 你想想胡锦涛 一直安排不了自己的人 当这个大内总管 当这个玉林军 是吧 警卫局的这个一把手 所以你说他窝火不窝火 他百分之百窝火啊 是吧 胡锦涛的老婆 刘永青 是这个守规委的主任 守规委权力可大 首都规划委员会的主任啊 守规委 跟这个北京市规划局 实际上是一码事 北京市规划局 在这个南理石路 是我的客户 然后他北边儿童医院 他西边二炮后勤部 他南边冒粗会 他西南 杰民 小学啊 这都是我客户啊 还有这个 那就不说了 多了 我这客户 一千多个呢啊 然后游喜贵 后来换的那个曹青 曹青也是河北人 平山县 就那个共产党进北平之前 最后一个那个中央 中共中央的那个筑地 西柏坡啊 就在平山县 当然现在大家伙 党员啊什么的 参观的那个遗址 那是已经是按远比例尺 仿造的 因为远址是一个水库 已经被淹进去了啊 啊 他平山县革命老区啊 是吧 好像那个谁 全国人大委员长 刚刚卸任的 这个一尊 老习的嫡系 这个这个栗战书 好像也是平山人吧 是吧 前一段去俄罗斯 还说了一口 这个太行山的方言 因为石家庄西边 他已经奔山走了 就这种山音 然后有点偏山西口音了啊 然后这曹青也是啊 他们都是河北的 所以这个河北人 在这中央警卫团 占了上风了啊 之前的汪东兴是江西人 江西异洋人 那是毛泽东的这个这个嫡系 还有什么赖祖列 二把手三把手 也是江西的 那都老红军 是吧 毛泽东喜欢江西人啊 井冈山啊 是吧 很多是他的这个老表啊 他的老部下呀 是吧 还有一个叫乌吉成的 乌吉成是山西人 也是这个警卫局副局长 我有一本书 叫红色警卫 回忆录 乌吉成写的啊 这也说出来一些里边的 内幕吧 当然他不可能都是真的啊 这个必须得符合中国大陆 政治正确的原则 还有什么这个什么李银桥啊 反正都是毛泽东的小秘书啊 还有叫什么的呢 杨什么的呢 不叫李银桥 李银桥和这叫杨什么的 俩人闹别扭 后来有一个这哥俩 其中有一个 还给弄到天津去了啊 他们也是玩个大姑娘啊 什么什么这一类的啊 是吧 包括那个当中央办公厅主任的 中办主任 后来国家主席杨尚昆 前一段我看到有人写的回忆文章 说杨尚昆五六十年代 哎你来了 小猫来了 我聊这个你也听不懂 你干什么你 那会杨尚昆啊 这个这个 怎么说呢 杨尚昆呢 就不跟他老婆住一个房间 他老婆住隔壁 他那会也住中南海里边 是春藕斋呀 还是什么 反正不是这个汇丰堂 不是汇丰堂 丰泽园啊 是吧 反正不是那啊 这个这个也不是局相书 反正他单独有那么一组建筑 有个大院子 这个杨尚昆啊 跟一个年轻的 他们叫公务员 就是伺候他的人 一个小女孩 叫小李啊 叫小什么啊 我忘了那名字了 没有名字 只有一个姓 前面加一个小字 小张小王小李啊 然后这个 跟那女孩 实际上就是他的姓伙伴 或者是他的小老婆啊 他们不是李先念 有小老婆吗 说江泽民不就拍李先念 小老婆的马屁吗 这都是民间传说 也许是假的啊 葫芦葫芦这个猫蚁吧 是吧 嗯 然后哎 这个 杨尚昆 这这个有两个儿子 一个杨绍明 一个杨绍军吧 好像啊 这个杨绍明 那会儿就常去邓小平家 拍了什么 抓住你的小辫子了 那个邓小平的外孙女 好像那就是 那就是什么 邓卓弟 叫邓卓什么 那就是后来嫁给吴小辉那女孩啊 这个都是杨绍明 他喜欢摄影啊 就给他一个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头衔 哎 这个高干子弟那圈子吗 人家 国家 就是人家他们家的 王震就说过 王震说什么他妈国家 国家就是我们家的 好像不是王震说的 王震的儿子 王军说的 国家就是我们家的 是吧 或者说是我们这些家的 我们这个八大老的啊 我们这几十家的 顶多几百家的 是吧 正宗红二代的 杨尚坤就弄一小姑娘 天天晚上陪他睡 是吧 他老婆 就是等于就是分居了嘛 就跟江青 岁数大了 是吧 也绝经了 也这个这个不来立价了 是吧 也对这个 这些事没兴趣了 哎 杨尚坤的老婆叫李伯钊 是这个东城 东棉河胡同 这个中央戏剧学院的院长 还是党委书记 反正一把手二把手 哎 这样子 文化大革命 我反正也挨整了啊 这个 东棉河胡同 这个中央戏剧学院中系 也是我客户 啊 然后东棉河胡同 有一个北京市房地产中介事务所 那是一个官方机构 也是我客户 原来他在这个天潭东园 天潭公园的东门里 后来搬到东棉河胡同 是我的客户 出了胡同东口 胡同东口 那个东四妇产医院 啊 然后这个北边 这个兵马司胡同 啊 东城区防疫站 现在叫CDC 啊 叫叫这个疾控中心 也是我客户 往西 南罗古巷 那是哪条胡同 不是茂儿胡同 还是 还是羽儿胡同 忘了 西边有胡同 那个是交道口 接到办事处 也是我客户 往北 小经厂胡同 把口 东城区教育局 一个装备采购供应中心 啊 还有这个宝钞胡同 一中 一个重点中学 北京市第一中学 一中 还有一中西北侧 马路西 北京市财经学校 还有一中的正对门 西边 总证系统的印刷厂 啊 这还有包括 分私厅胡同 里边的安定门 接到办事处 啊 这全是我客户啊 哈哈哈哈 到底聊什么 是吧 这个这个刹车 刹不住了啊 扯扯淡啊 啊 聊聊闲篇 吹吹牛逼 是吧 叫什么来着 这个这个这个 白白龙门镇 对吧 哎 然后这个 咱们接着说啊 这个这个 这里边的事 就复杂的呢 啊 这个人事关系啊 全钱交易 全色交易啊 他历来如此 历来如此啊 我的老客户 我的老客户啊 我这个赵国买卖 照顾了二十年 整整二十年 从一九九七 啊 是吧 沈阳的爱静 不唱过吗 我的一九九七 是吧 嗯 爱静 现在不知道去哪了啊 从一九九七到二零一六 中国最大的出版社 那个管石堂 那个 那哥们也是个副处级吧 哎 那哥们原来是政科级 后来给弄了一个副处 他的亲妹妹 就是北京卫户区的一个 政师级干部 他的妹夫 就是中央警卫局的局长啊 至于哪位局长 我也就本个人说的太详细了 不合适 赵国买卖照顾了二十年 对吧 对我是有恩的啊 是吧 包括你看那个 国家安全部 两个下属单位 是吧 这个总参二部 总参三部 总参四部 总参动员部 是吧 这个总参管理局 啊 这些单位 总政啊 总后 第二炮兵 武警 海军 空军 是吧 这原来都是我客户啊 我这了解很多里边的事啊 点到为止吧 是吧 哎 痛快痛快嘴 是吧 这个这个 说一说 谴责谴责这些的贪污腐败 就得了 是吧 哎 所以这个 王少军死的有点蹊跷啊 又死的有点蹊跷 按道理 这岁数不应该 不应该啊 但是你看很多官员 还跳楼了呢 是吧 有的就黑不提 白不提了 就是这个官方媒体啊 他这个原来单位 就替他遮掩了 最近跳楼死的也不少啊 司法部 司法部在东二环 就那个 在那个FESCO Foreign Enterprise Service Corporation 在FESCO的北边 在文化部的南边 FESCO 司法部 文化部 都是我客户啊 在那个建国门和这个 这个朝阳门之间 他那个那个政治部主任 一个陕西的女的 也跳楼自杀了 是吧 北京市检察院 一个副检察长 也是一个女的 跳楼自杀了 河北保定人 是吧 山东省 这个青岛市 中级法院退休的院长 也是个女的 也跳楼自杀了 是吧 还有好多男的 是吧 河北省 廊房市 文化旅游局 文旅局副局长 跟女的搞破鞋 让人抓住 老公抓住 堵屋里了 其实就是额钱 现在生意都不好干 不是也死了吗 是吧 还有北京顺义 那个那个新的政府大楼 在那个牛栏山一中的对面 是吧 那初中部的对面 前三年左右 两个死的 有上吊的 有跳楼的 两个 顺义区的 是吧 我知道好多这种事啊 包括街道办人处 这一集的 也都是贪官 甚至居委会 我认识的人 居委会都有贪污的机会 村委会都有 是吧 对了 中央警卫局 现在的番号 61889 啊 他里边的那个 那个 饮料的供应 啊 饮料的供应 是一山东人啊 这哥们 这哥们是我的老朋友了 我们是1993年就认识了 整整认识了 有30年了 啊 他这个 他老婆是集体户口 啊 托关系上的北京户口 上的空后 空军后勤部 就是北罗古巷 99号 啊 给上了一个那儿的户口啊 然后他给供应的 他给供应的啊 这个 再过四个月 该吃大石榴楼 黑幕重重啊 独善其身吧 君子 帮助 到 帮助 向